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这节课的话就给大家讲讲我们的这个 呃 权限的一个管理 easyshop的一个权限分配原理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固表 一个数据固表 首先呢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我们easyshop的一个权限 体现在什么地方 体现在什么地方 先登录我们的后台 好 然后在这一个地方 左边这边 左边这边会有个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 那它会有管理员 管理员日志 这一个就是一些操作日志 这个可以清空的 然后呢会有一个角色管理 然后有个办事处供货商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管理员跟我们的角色 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好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添加一个角色 比如说就叫做 刚才有一个什么客服 客服组 客服组 假设我们就一个客服组 它的功能的话就是编辑文章跟跟踪 编辑我们的商品 编辑文章跟跟踪订单 三个 好三个我们点击保存 好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添加一个管理员 添加一个管理员 那这一个的话是一个测试的 当然也可以给它独立分配权限 就是这个按钮 但是这个分配权限之后 它就不属于任何一个组了 我们先把这一个改一下 然后我们添加管理员 因为我不知道它密码是多少 adme001 好密码也是adme001 adme001 那我们把它归到我们的客服组 客服组 然后我们退出一下 001对吧 我们用adme001进来 好大家看到 我进来之后的话 就只有这么一些功能 商品管理 叮当管理 好然后有个文章 好像这个短信什么东西的 无关紧要好 它是 就会提示提示我们没有权限 好没有权限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全线的大概一个了解 就是在我们的刚才那个地方 我们登回我们的管理员账号 我们管理员账号密码是多少 进了 我已经保存了密码 好全线管理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全线管理的这一个第一小节 也好这一个数据库部分 好数据库部分 好麦子EDO ECShop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一个全线的 全线的这一个表的话 是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来找一下 嗯 这个是ActionLogo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会员的一些操作 操作的一些信息 好 我们直接找到好在这 adme action adme action 这边的话会有四个字段 啊 Action还有一个parent 一个ActionCode 还有一个这个不论是什么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data是什么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 就会有我们的所有权限 好我们所有权限都是在这一边 好 总共的话是有135个 好 那我们如何知道 这些权限啊 在哪里使用呢 好 假设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goose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导出的这个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在哪里使用的 商品导出肯定是在我们后台对不对 我们权限都是针对后台的啊 权台的权限的话 无非就是会员 会员登录 好 权台是没有权限的啊 好 adme对吧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一个 好 在这个地方 啊 不对 好 这边有一个啊 语言包商品批量导出啊 商品不要保住 那这一个 这一个字段的话 跟这个就是要对应啊 好跟刚才我们找到的那一个 跟这个要对应 他才能体现 他才能体现哪里啊 体现我们的语言包 然后体现到我们的角色管理 权限分配里面去啊 才能体现到 好这个地方来 好假设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商品导出 加一个22 加一个22 然后角色管理 对吧 编辑一下 好商品导出22 好 就是这边的所有权限 好这边的所有权限都是必须加到我们这边来啊 必须加到我们这边来啊 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135个啊 呃 总共是109行哈 中间有些ID可能是没有的 断掉哈 总共109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用新窗口打开吧 新窗口打开 然后编辑一下对不对 那我们要做什么操作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操作呢 就是查看原代码 看一下我们这一个checkbox checkbox有多少个啊 我们查这一个吧 好总共是有98个啊 总共是有98个啊 总共是有98个 那跟我们 这一个109个会有一点点差别是差在哪里呢 是差在我们的这一个 前面这一个东西啊 我们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总共整好就是109个啊 整好就是109个啊 那这个就是 呃 在这一边啊 假设说我们现在要加一个权限 好 让我们来控制 我们假设我们随便加一个权限啊 叫做 ttt 啊 5个t啊 测试一下 然后他的perln id 我们直接用4啊 跟这个一样 我们上载他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刷新一下这个地方 好 这边就会多出一个空的这个东西来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语言包这个地方呢 在语言包这个地方呢 12345 啊 啊 就哈哈哈哈就好了啊 大家知道怎么来把我们的权限加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这个样子 好 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数据库表的一个介绍啊 好 数据库表的一个介绍 看到没我们这个parent id为0的啊 就是代表一个组啊 商品管理就是商品一个组 对不对 假设我们要多一个组啊 多一个组怎么来做呢 我们直接这个0啊 0的话就代表一个分组 我们刷新看一下 好 这边就多了一个哈哈哈哈的一个分组啊 多了一个哈哈哈哈的分组啊 多了一个哈哈哈哈的分组 那么这边有两个小警告 我们来给它修复一下啊 修复一下啊 修复一下 嗯 刚才的那一个bug 好 在我们的admi r o l e下面啊 r o l e下面 我们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r o l e 好 像大家很多新手的会来问我一些问题啊 出现这个怎么办啊 大家很简单的问题 直接复制一下百度 因为你问我这么多bug 我不可能每个bug的解决方案都记在脑子里 对不对 你问我的话我也只能叫你百度啊 好 好 那我们直接到这个样子 这样子搜一下 添加角色管理的时候啊 好 算了 你们的话用百度啊 我的话自己找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 217行对不对 他提示的是217行 好 这边是用我们的join来做哈 我们给他独立开来 join的新的写法是i m p l o b e 好 好 刷新一下有没有了 更多了是不是 问题更多了 那是因为我们什么东西啊 acction 评逼错误的我们也加上吧 错了啊 应该加到这个地方来 218就是这一个说明我们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判断哈 这样子来判断 如果说 意思 a r a 1 如果这一个唯一个数组我们就直接 这样子啊 刷新 好搞定一个哈搞定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在221行就是这个哈 就是这个 他会说我们这一个不存在 对不对我们这个不存在啊不存在的话 我们直接 这样子就好了 刷新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修复了我们这一个小小的bug 好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用哈我们去掉这么多 我们把商品管理给刷掉 看一下有没有 好成功了对不对 然后把会员权限给加上保存 会员权限 ok搞定了啊 那我们就这样子吧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哈 好我们修好这个bug也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这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结构跟一个简介 好这节课就讲到这一边下节课我们来讲讲我们的这一个啊权限配置啊 好